Chart Room 有人留言想問830中海油 那就回了A,下個星期便會公佈業績 他問是否應否繼續持有 不過他沒有說去買入價 如果有貨,當然看看你甚麼價 如果你真的很低 甚至過去幾天這樣回 都還有不錯利潤 我覺得你可以先丟掉業績 但如果你說有賺 但不是太多水位 可能是10元鬆點才要拿上來 我覺得你不妨考慮 要吃點戶才會好一點 因為我覺得海油不是對它本身看得淡 即基本面不是看得淡 但我覺得去到這些位置 要令到883再坐得太高 是困難的 因為一來A已經回了 只是以資金的選擇 叫做多了一隻一樣的東西 我想特別內地錢 可能都買回A股那隻 變相對港股這邊 都未必有太多的炒作注 而以來始終你說業績 即貴績 沒錯 如早是漂亮的 大家都有預期 否則股價過去是不會那麼強的 所以我想除非出來的結果 是更加大的驚喜 否則其實就很難 再靠那份業績擁得太高 另一邊想和油價 雖然油價還算是一個高位 但我覺得絕大部分因素 都是關於過去這幾兩月的地緣因素 例如烏鵝因素或個別事件 但如果撇除這些 你只看供需的哪個因素 其實一定不值得100元以上 過去都不斷地說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難猜的 因為政治或地緣局勢因素 是很難猜的 是很難猜的一個風險 但是如果 近期才拿樓才提到 就另外一些 我想考慮 可能吃著護膚才會比較好一些 好